主的好执事 好执事就是将基督服侍人 供应人的人 保罗在提摩泰前书四章 他就提醒主父提摩泰说 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信仰的话 并向来所紧紧跟随 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胃扬 所以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有两面的特点 第一他自己先得胃扬 第二他提醒弟兄们 也就是供应弟兄们 在什么话上 他得了胃扬 在信仰的话 并在他向来所紧紧跟随 善美教训的话 那信仰的话就是 光乎神新约经伦之 完全福音的话 善美教训的话是什么话呢 就是那些包含 传书基督的丰富 能够喂养人 造就人 加强人的甜美的话 作为基督的好执事 他在真理上面 对待真理 总是牺牲自己 保持真理的绝对 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注食和根基 注食是不移动的 也不升高 也不降低 真理是独一的标准 作为基督的好执事 他的身份 是一个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 他在生命上 他是供应生命 按照生命术的原则 不是按照是非术 也就是知识善恶术的原则 来服侍圣徒 作为基督的好执事 他总是帮助圣徒思念同一件事 这同一件事是哪一件事 就是对基督主观的认识 对基督主观的经历 对基督主观的享受 这同一件事 也就是追求基督 以赢得他 取得他 并具有他 这一次感恩节特会 将会在这些点上 继续的给我们有延伸 作为基督的好执事 就好像雅各 那里四章所描述的 这一位变化过的苏拉密尼 说 我心腹你的嘴唇 低下心密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蜜 是甘甜的 能够腹心软弱和摔腿的人 乃能够喂养 未成熟的人 这个基督的好执事 之所以有这样的蕴藏 这样的装备 有这样的丰富 他就是借着他 长时间的采集 经过里面的活动 并且谨慎的收藏 我们现在二十年 读生命读经 而进入圣经 真是长时间 但愿呢 我们借着这样长时间的采集 在里面经过活动 在里面的活动 我们就多少慢慢的有所收藏 那基督的好执事 作为一个森严者 他总是从神能够得着启示 也就是所得着的负担 若是没有负担 就没有他话语的执事 我们最近对这个刚刚提的二十年 生命读经进入圣经 许多人都有负担 有负担就从神得着 启示得着神给的话 我们在活力牌的实行上 也是活力牌的成员 该是一个对主的恢复 繁殖扩增 有负担的信徒 所以我们有负担 就叫我们能够进话语的执事 因为在话语的执事上 最大的难处就是呢 没有从主来领受负担 每个主日我们都在区里面伸言 或者在小牌聚会里面 在小牌里面这个说话 无论是在区里 在小牌里 我们都该领受负担 从主面前得着启示 有负担 那作为基督的好执事 他有一些的渴望 也就是生机的特点 他爱主到极点 他过一个复兴的生活 借着牧养上的劳苦 维持在基督里的得胜 他是与主交通 也是一个祷告的人 每天清早 在主的话上就享受主 也活在调和的灵里 他活基督 显大基督 并且养成一个天天对人 讲说基督的习惯 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总是彻底的对付罪 没有任何的绝缘 以至于里面就被素质的灵充满 外面被经纶的灵充溢 他累积对基督的经历 对主的话 有丰富的基存 能够随时供应人 我们作为基督的好执事 要供应神话的时候 总是要借着操练我们的灵 建立一个操练灵 以至于敬虔的习惯 这是我们造会生活和基督徒生活的本钱 就是我们的灵 神赐给我们的 这个灵是刚强爱清明心思的灵 正如同今天早上我们导读的经节一样 那么操练就还是有勉强 我们早上起来呼求主民 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习惯 到了这个书房呼求主民 到了厨房呼求主民 进了这个车子里面开车 呼求主民操练我们的灵 操练就是再来一次再加一次 跆拳道选手踢腿三千次 每天再加一次操练我们的灵 这样勉强自己操练我们的灵 一直到我们建立起操练灵的坚强 最终我们就会来到一个结果 因着操练灵 享受整个可称颂的神圣三一 并且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能够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显现的日子给我们的怜民 使我们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 就是新耶路撒冷 分享完毕 照顾看看新齡的义务 你 支付